范蒂冈电台寻教宗方济各6月24日上午 从罗马达凡奇国际机场 继承前往亚美尼亚 这第一个信仰基督的国家 展开他上任以来的第14次国际牧林访问 教宗此行旨在巩固天主教会 与亚美尼亚宗徒教会的大公对话关系 鼓励当地天主教会小团体 并对历史上遭受迫害和屠杀的 亚美尼亚殉道的民族表达关怀 教宗来到宗徒教会主教座堂后 与卡莱金宗主教一起走到大祭台前 亲吻十字架和福音书 然后二人各念一段圣用 我喜欢 因为有人向我说 我们要进入上主的圣殿 耶路撒冷 我们的双族 已经站立在你的门口 卡莱金二世宗主教和教宗方济各先后致辞 二人都强调彼此间的手足追情 令人觉得仿佛又回到他们的前任 入望保罗二世和卡莱金一世 于十五年前彼此拥抱的时刻 教宗说 我向上主的慈悲鞠躬至敬 它是亚美尼亚在公元301年成为最早接受基督信仰的国家 那时 罗马帝国还在疯狂迫害基督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